美国纽约这两年多次传出鲨鱼咬人事件 新奇一有一名妇女在洛科威海滩游泳的时候 左大腿被鲨鱼咬掉的大约九公斤的肉 是当地将近七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件 那么直升机和无人机立刻同步升空搜查 果然发现了鲨鱼的踪影 纽约皇后去南部的洛科威海滩 周日插着禁止游泳的红旗 来到海边的游客明显变少 因为这里前一天发生一起罕见的鲨鱼咬人事故 受害者是一名65岁妇女 周一傍晚六点左右 她在游泳时突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 立刻大喊救命 救生员火速赶到 把她拉回岸上 马上用止血带止血 并且送医挤救 警方说这名妇人的大腿被咬掉大约九公斤的肉 一度有生命危险 幸好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当局除了暂时关闭海滩 也触动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搜查 周二上午终于在临近的琼斯海滩 发现了鲨鱼行踪 专家表示 纽约市海域鲨鱼咬人的事件越来越频繁 但这起意外是19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专家强调鲨鱼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 他们只是正巧在密室的过程中遇到人类 民众只要避开海豹和鱼群聚集的区域 同时避免在黄昏夜晚和黎明时分游泳 而且最好结伴行动不要落单 仍然可以放心细水 公事新闻在惠民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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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